诶 宫瑾 你怎么来了 大耳贼 孙上香已经被你娶回家了 至少应该把荆州拿来吧 一点彩礼都不给 你这不是空手套白虎吗 诶 宫瑾 你好歹也是人气偶像 用词怎么能如此生猛 是啊 宫瑾你现在可是相当有人气啊 可以说是地狱级别的偶像 你他妈学过语文嘛 地狱级别是形容游戏的 主公确实有点滥用成语了 宫瑾这样的人气偶像应该叫入狱级别的 你们别在这胡搅蛮缠的想跟我岔开话题 我现在只想问一句 我现在果真这么有人气 那可不 光葛亮不就欺了你三回了吗 哎呀 宫瑾 你咋又凸鲜了 有病可得治啊 宫瑾莫慌 你这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上次云长刮骨疗伤的时候 刮中了再来一瓶的疫苗 你赶快带回去注射吧 多谢葛亮 敢问这疫苗叫什么名字 就叫HPV疫苗 哟 还有阳闻 这疫苗是管什么用的 这不顾名思义吗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你宫瑾有啥毛病 嗯 妹夫 别来无人样啊 哎 这不是我大舅哥吗 吴侯怎么好意思亲自来了 宫瑾呢 那正要和你们说说宫瑾的事 这小子自从上次从你们这里离开以后 也不知道冲了什么风 一边喝车一边开酒的就冲进了警察局 被抓的时候还扬言自己打了酒驾疫苗 不怕酒驾 你们倒是给俺说说这是咋回事 大舅哥且爱顺便 我们也不做是咋回事啊 可能这就是入狱级别人气偶像的行为艺术吧 你们说跟俺在这儿给铁扇公主接声 撤腰肚子 俺手下的头牌军师给你们忽悠进了橘子 你们说咋办 这确实有点难办 军师一得头牌难求啊 要不大舅哥你试试葛亮 他能帮你解决一些难言之隐 帮你忘了宫瑾 还挺能吹 俺现在最想解决的就是曹操 我倒要看看葛亮你能有什么办法解决他 这有何难 亮有两个计策可以除掉曹操 一个强制高能称之为爷色 一个弱制低能称之为孙策 不知吴侯想选哪个 哎呀孔明 这还用问吗 吴侯跟孙策不是近亲吗 那我们就只能画个圈圈诅咒曹操了 少来这套 敢选高能的 好 亮就是佩服吴侯这种自不量力的精神 不过这高能计策实施起来 可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不会比曹操的寿命还长吧 应该不会 不过此季可能需要主公牺牲一下色相 葛亮我觉得你这个祭祀有点欠途 我的主业是光复大汉没错 但不是那个大汉 主公你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勾引曹操的妹妹 葛亮你这眼神挺毒啊 你咋就知道我这么有牺牲精神呢 那就别犹豫了 快下命令吧 主公别急 这个任务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不仅要你勾引曹操的妹妹 还要你们必须在半年内生下一个宝宝 葛亮你这说的就不是人话 这点要求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叫难度 实不像蛮 当年甘夫人就是为我在半年内生下了额头 果然不愧是主公 如此轻易的就做到了正常人做不了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在半年内生宝宝 这正是此季高能之处 因为半年后就正好是正月了 我们只要赶在那个时候给宝宝剃个头 那曹操这准舅舅还不一命呜呼 哎呀果然是妙计 大舅哥你怎么好像不开心 你在想什么 主公 军师 吴侯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昨天连夜扛着孙圣香和饿斗 游着回江东了 啊 貝贝馅 感谢观看